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是查文化 第一个问题是 到底什么是查道 有关查道的书籍非常多 所以看来查道 在我们现在有关查的书籍里 是有着广泛的基础的 论述是非常之多的 但是这个查道的概念 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先不讲它的概念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今天我们有查道这个概念 那你听说过 有米道这个概念吗 如果没有米道这个概念 大家想想 你在你们家的那个 旁边的一个小店里面 有没有看到足道店这样的字眼 好 关于查道 米道和足道之间的关系 我们暂时再搁一搁 我们再想下面一个问题 在有的书籍里面会介绍到 我们唐代时期 这个查道有几个分类 第一叫做宫廷查道 就宫廷里的查道 第二是寺院查道 第三是文人查道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三个分类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分类呢 就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我们一切的分类 都是为了更好的叙说事物 或者能够提供更好的研究 如果不能有更好的价值的话 一切的分类都没有意义 分类是很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就拿此刻来说 我们可以说正在吃饭的人 和正不在吃饭的人 正在喝水的人和正不在喝水的人 比如说像我今天正在讲课的人 还有正不在讲课的人 或者说有正在洗脚的人 有正不在洗脚的人 那这样的分类的价值在哪里呢 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大家先不忙回答 其实任何的分类 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 都有它的价值 就比如说你要拿洗脚来说的话 如果一个公司正在要做一个 有关足余的一个店 他可能就要了解一下 这个居民区到底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或许他了解 此刻有多少人在洗脚 这样一个看似滑稽的问题 就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那反过头来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查到 不管是与米道和卒道之间的这种对比 它的价值 就是在外在的这个分类 或者内在的这个分类 跟这个宫廷的茶道 和这个宫廷的茶道 文人发的茶道 到底有没有它的价值呢 其实道 到底应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分类呢 我们不妨先看一看 宋代理学家 朱熹的一段话 这里面的主语呢 是太极 不是道 但是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宋代的理学呢 也被称为道学 这个太极呢 也可以指的是道 这个概念 就是说本来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一个太极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道啊 只有一个理 它是不可分的 道任何一个身上 都是这一个理的一个呈现 这一个太极的一个呈现 如果由此而推断的话 道就是一个 既然是一个 为什么又分出 茶道 米道 卒道等其他的一些道呢 或者茶道的再分呢 或者说 茶 或者说 道只有一个的话 那道应该存于何处呢 我们再看一段话 是庄子里面的一段话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 所谓道 乌乎在 庄子曰 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 妻而后可 庄子曰 在楼椅 曰何其下也 曰在提拜 曰何其玉下也 曰在瓦屁 曰何其玉甚也 曰在使逆 东郭子不应 这里面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说有这么一个人 叫做东郭子 他在问庄子 什么是道 道在哪里 它其实是两个问题 但是庄子回答他的时候呢 说道无所不在 什么地方都有 这个东郭子追着问 到底在哪里的时候呢 庄子的回答是 在楼椅 在提拜 在瓦屁 在使逆 就逐步往下走 什么意思呢 就破除他的思维定时 就是道无所不在 他可能想象了 道应该在高渺处 在更深远处 在天上 在天明之间 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 心理的一个暗示 但是庄子破除他的一个暗示 所以说道是无所不在的 其实不论道家 即使我们的儒家或者佛家 如果拿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道是我们的一个最高追求 最高追求 那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是我们的一个源起 是一个源头 是可以反映整个世界的一个发展规律的 也可以说道是通天彻地的 就是包含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去 那既然道是包含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 为什么还需要有茶道 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有的前辈啊 经常在解释这个茶道 或者是力争 在总结我们这个茶道的一些 所谓的核心精神 比如说 庄晚方先生曾经总结过 说我们的茶道的精神是什么呢 连 美 和 静 陈启坤和姚国坤 两位先生呢 总结是 李 静 清 荣 台湾的 一位范增平先生 总结是 和 简 静 结 还有台湾的一位先生 周瑜呢 总结叫 郑 静 清 元 还有一位陈湘白先生 总结是叫做和 这么多人都在试图总结我们所谓中国茶道的核心精神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你会发现 这里面很多的一些概念啊 都是重合的 比如说都有和的这种字眼 或者是静 不管是安静的这个静 或者是尊静的这个静 还有什么清啊 这样子眼 那都是大同小异的 这些都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话语体系啊 都是从日本的日本茶道那里来的 我们知道日本的茶道的 核心精神啊 这个是得到举世公认的 叫做和 静 清 记 我们中国人呢 可能在这样的一个 解释中国茶道的过程中 想着 既区分于日本茶道 总结自己的独特精神 用同样的一个 语言的一个定式啊 来总结我们的这个茶道精神 这个呢 其实你会在想 既是在这样的总结的过程中啊 在力争的这种过程中 就力争呈现自己的 不一样的这个时候 反而你是落到了别人的人后了 首先别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前面 而且呢 就是你放到和他同等的 这么一个概念体系内 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和他并列的 这样一个位置 而并列呢 并没有在人家之前 总结呢 或者说 我们自身并不能得到一个公允啊 并不能得到一个公允 或者大家都认可的这样一个答案 也就是说 关于中国茶道的精神 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没有一个公论 为什么没有公论呢 这个道是很难说清楚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道本来就是一个 何必要有茶道呢 经常在生活中 我们还听说过 有些很不太妥当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演绎茶道啊 或者请让我们观看一下茶道表演啊 所谓道的东西 怎么可以是表演的呢 演啊 是演绎给别人看的 道 我们可以说是 你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 最根本的一个看法 我刚才说了 道是通天彻地的 有古人叫做而论道 我们坐在这里 可以谈论一下道 和谈论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认识 但是万万不可能 是给别人去表演来看的 所以呢 日本的茶道大师啊 千里修 反而有这样一句 很朴实的一句话 他对茶道的一个理解 说茶道啊 其实不过就是烧水泡茶呀 大家回归他的一个字 本质的泡茶嘛 这是关于茶道的一个理解 王林教授在中国茶文化这本书里提到 茶意与茶道精神 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 我们这里所说的意 是指制茶 烹茶 品茶 等意茶之术 我们这里所说的道 是指意茶过程中 所贯彻的精神 如果把茶道这样来理解 是否可以呢 就是我们把茶道的定义啊 给他框一下 这样是否可以呢 我呢算基本赞同 虽然不是十分赞同这个观点 因为刚才说了 道既然是不可分的 就无所谓茶道 或者其他任何一个道 你如果想区分的话 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是道 这不是太合适的 但是如果为了便于说清楚 或者为了更好的去探寻 中国茶所蕴含出来的一些精神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呢 中国茶道呢 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之所以给大家辨析一下 到底我们应不应该有茶道 或者我们对茶道 应该持有一个什么观点 并不是故意的独皮蹊径 只是让大家进行一些思考 就是我们的一些承说 它的分界点到底在哪里 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的有价值的部分在哪里 或者我们分类的目的在哪里 好 这是关于茶道 那关于茶艺呢 茶艺呢 可以简单点说 就是泡茶和品茶的艺术化 这是现在基本得到一个公论 那关于茶艺这个概念呢 从我们这个最早形成形成来 是从台湾 20世纪70年代以来 台湾出现了很多的这种茶艺馆 以及茶艺协会 渐渐的呢 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啊 我们大陆也渐渐接触了这些观点 所以茶艺馆呢 也渐渐多了起来 关于茶艺这个概念啊 据当时这个协会的这个 据当时的方登平先生说啊 说当时为了弘扬茶文化呀 推广品语明茶的民俗 有人提出呢 使用茶道的一个词 但是也有人认为 茶道虽然中国古已有之 却已经被日本人先用了 专美于钱 如果现在继续使用茶道呢 恐怕会引起误会 就让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是茶道啊 是哪个国家的 以为是把日本的茶道 是不是搬到台湾来了 另一个顾虑呢 就是怕提出茶道过于严肃 我们中国人对于道子特别庄重 比较高高在上 要让民众呢 很普遍的接受可能不太容易 于是提出了茶艺啊 这个词 所以这个和我们刚才 对茶道的一个探讨 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之所以我们啊 我们后来我们大陆的一些学者 或者台湾的一些茶人 都在把力争 把这个中国茶道的精神呢 给它凝聚成四个字 甚至一个字 这个基本也是受了 日本茶道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里就陷入一个悖论了 就是一方面你想超越人家 和人家表示不同 但反而落到人家的这个思维刻就里面去了 思维定式里面去 甚至语言习惯都是一样的 甚至好多人的这种观点呢 比如说都有和 日本茶道里面又和 这样的一些共同的词汇 所以造成呢 就是不太被大众所接受 好我们编析了茶道与茶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想用茶道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名称 我们想用中国茶文化 那到底什么是茶文化呢 王林教授在中国茶文化里 有这样一段话 研究茶文化 不是研究茶的生长 培植 制作 化学成分 药学原理 卫生保健作用等自然现象 这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 也不是简单的 把茶叶学 加上茶叶考古和茶的发展史 我们的任务 是研究茶 在被应用过程中 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所以茶文化这个概念呢 是比较平实 而且呢 既包含了物质层面 也包含了精神层面 关于文化这个词呢 咱们古代啊 还有一个相关系的一个词 比如说叫文质彬彬 大家都知道这个词 原文出自论语 说智圣文 则也 文圣智 则是文质彬彬 然后文君子 文质彬彬 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是君子的一个境界 这文和智 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层面 比如说眼前的茶具 它能够起到这种 隐查的这种功用 它的这个体 它的这个智 就是它的智的层面 它外面的这个小鱼 它外面的这个颜色 它外面的花纹 就是它文的层面 所以古人也说文以画质 所以我们今天看文化这个词的时候呢 也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 一个是物质层面 一个是精神层面 或者可以说 我们的茶文化 就包含了有关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风化 两个层面 两个层面 从什么有关系 有关系 铺老氓